萬聯2比0 贏了狼隊 最後撿了指數 趕盡殺絕 95分鐘 加拿組 單刀冷靜推射入網 贏到2比0 贏球贏球 昨晚入球的兩個都挺冷門的 馬迪爾和加拿組 馬迪爾也不冷門 不過如果有個人 射術精湛一點的話 就不止是兩球 第一球是安東尼 其實安東尼挺生的 可以的 有進步的 但他單提馬 起碼比以前實用了 他幾場球都是機會最多的球員 幾乎每場球都是他機會最多 最多上角機會 但是他的射術 而且他只有一招 太容易打了 他那種進攻選擇的判斷都有問題 下半場是有一個多打小機會的 他一直推到對方禁區頂 但是那次也等到別人的防守球員回來 射門的技術和時機把握得很差 要精煉一點才可以處理這些球 那球球助攻給馬迪爾 其實老實說 是狼隊的手將不得聰明 他的右腳 你基本上是不用防他射門的 他一定是全球 你封他全球線路就可以了 他一定不會用右腳射 那個位置 他就交出來中間 你還想著他射嗎 左腳也未必可以 用右腳的控制 基本上不用防他射門 一定會交出來 結果他真的會交出來 這個球球做得很漂亮 把馬迪爾射入空門 長長手法 這個保險法 是貴的 是貴賣回來 沒有理由扔在後備席 但是我不知道他以後 會不會有一個長足的進步 但是看今季的表演計 一億 買左腳回來 只有左腳 還有扣出來大位 起左腳射 這個功能實在太過單一了 我暫時是這樣 但是還有時間可以進步 還有這些 兵工廠說沒有女 第一時間彈出來 一個這樣的名字 關鍵時間 他是不值得順賴的球員 我的意思是怎樣 你這場球很幸運 最後就贏到2比0 你譬如說之前那兩場輸0比1 你每次都有機會入球 但你每次都把握不到 或者你五腳機會才進一腳 或者多數你的入球都是錦上添花 關鍵的時候我怎樣指望你 但問題是你每次都是正選 對 對不對 喂 你猜 每個都有機會 每一場球有3到5個入球機會 你不是每一場都對著狼隊 對就是了 你去到足總盃決賽 你對著萬成 你還有沒有這麼多機會浪費 一些很關鍵的場次 例如說早兩場的賽事 可能全場你只有一腳機會的時候 你浪費了 你就等同於自殺 對 對 對 我有機會我可以追回1比1 我落後0比1 那你又浪費了他 那是不是等同於自盡 對 兩邊都不值得爭 對 有些朋友說昨晚阿新組都不值得爭 對 對 兩邊都是這麼壞 對 昨晚真的吐血 不過狼隊 都已經無欲無求 所以狼隊現在是徹底淪為一個配角 站定定 讓你打 32分鐘的時間 首先是藉著安東尼橫傳 馬迪爾才開記錄 然後一直等到95分鐘 機會很多 不過都被對方的門將和後防球員一一化解 昨晚門將是賓特利 不是祖瀉沙亞 我昨晚見那個門將這麼神勇 我開始以為祖瀉沙亞 賓特利後備門將 昨晚 這個也行 賽後坦克加都贊 都盛贊對方的門將 坦克加很搞笑 他說 我們很擅長於令對手的門將 成為全場最佳級員 我們必須要踢得更冷靜 攻防轉換也要做得更好才行 昨晚這場球是 對方的門將變得好 自己幾個球員的扣關都腳無靈 最後要去到95分鐘 搬勞法人迪斯中路的精準直傳 給加拿祖走個單刀才推斜成為二比例 開心 加拿祖 加拿祖之前一直都受到傷患的困擾 昨晚這麼短時間之內 後備上陣都能夠入球 贏了狼隊之後 曼聯聯賽積分追平了劉卡素 統計出來 曼聯今個賽季已經贏了20場英超 而且各項賽事贏了38場球 自從2010至2011賽季以來 單賽季贏了最多球的球季 亦都令坦克加成為 執教曼聯第一個賽季贏 最多的主教練 昨晚看台上見到蘇斯亞查 蘇斯亞查是自從2021年11月下課之後 第一次重返奧脫福的看台上看球 有些朋友說說一下正勝球 正勝球曼聯是輸蝕的 曼聯現在只有10個正勝球 入了51球球失去41球球 入球能力是很差的 在前半板中是最差的 曼聯的入球數 還有一對維拉 維拉48球 比曼聯少3球 其他第9、第10的富咸 賓福特等都有52球 曼聯只有51球 失去41球 所以正勝球只有10球 紐卡素和曼聯同分 但是紐卡素的正勝球有32球 紐卡素的入球能力不差 63球 但是防守好 只失去31球 和萬城的失球數一樣 所以是落後22球 紐卡素 利物浦 正勝球都有25球 他67球入球 失去42球 但是昨天晚上這場球 現在大家35輪 萬聯領先利物浦 4分 昨天晚上看台上 很多老屬人 除了蘇斯克查 還有廢爵 之外 安東尼奧華倫西亞 昨天晚上都在 拍到華倫西亞 蘇斯克查 其實今次去到 曼特斯特那邊 是參加一項活動 但是參加這項活動的時候 他又傳遞了一個訊息 他說當年執教莫迪的時候 有個前鋒想說400萬磅賣給曼聯 但是給曼聯是管理層否決了 昨天說過了 是嗎 昨天說過了 不知道在這裏 柴台還是怎樣 有些朋友說 吹水而已 出來搏一下存在感 如果閒特過來曼聯 就不是現在的閒特了 也不奇怪 培養的方式又不一樣 另外又是零封狼隊 令到迪基亞提前鎖定了 今個賽季的英超金手套獎 這場比賽令到迪基亞收獲 今個賽季第16場零封 領先的是 新後利亞浦的艾利神 以及納卡蘇的門將 浦比 艾利神和浦比 還有阿仙奴的藍斯大二 都是13場零封 沒錯 而迪基亞是16場 所以領先了三場 即是只看林峰的場次 後面幾場失100球都不要緊 迪基亞上一次獲得英超金手套獎 已經是17-18賽季 有人說 他很大機會會跟曼聯續約 其實跟曼聯合同只剩下一個月 不過迪基亞就說 會願意接受降薪至20萬磅 一個星期 就會續約一年 一年 對 尤其是迪基亞 在21-22賽季 當時 兩個巴西門將是並列的 即是艾達神和艾利神 同樣是一個賽季 有20場的零封 之前 艾達神是聯絡了四屆 即是21-22賽季 20-21賽季 19-20賽季 以及18-19賽季 是艾利神 艾利神現在是保持21場 單賽季零封的記錄 相當厲害 後來是馬古尼、費特、加拿祖 都在後備上陣 另外 曼聯方面 亦公佈了夏天的熱身賽程 宣佈會增添多一場大戰 會和王家馬德里在美國踢一場過 大家都知道 他們去美國都很虛陷 尤其是2014年 在美國曼聯對王馬那場球交手 吸引了109,318人入場去看球 美國的球場很大 是至今 依然保持著美國史上 單場最多人入場看的一場比賽 人數紀錄 看看今年會不會有機會再破這個紀錄 109,318人 曼聯早前已經公佈了 7月底會到美國進行拉鍊熱身 7月22日會對阿仙奴 7月30日會對多蒙特 加插了一場7月26日對王家馬德里 值得一提 就是曼聯對王馬 之前一天還會和下一季 有些英月的新星班馬球隊 有埃斯咸的交鋒 屆時只會派出一些年輕球員去比賽 以強陣會迎戰王家馬德里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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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